Hello, 又是我 Tony 近期我們收到很多客戶朋友的諮詢 問我們又要近口岸 即是港珠澳大橋口岸 百多萬,周邊配套上又要較為成熟 屋苑質素又要高的情況下 到底有甚麼選擇呢? 今天我和我的同事 Jerry 我們一起去到中山坦州 坦州五虎之一, 中澳春城 去看看他現在是在買甚麼貨 和做甚麼活動 據聞近期是在做暑期優惠活動 是呀 無披價是一萬三千元出頭 一個平方便可以上車 貴少少的精裝修 一萬四千元出頭便可以買得到 中澳春城一路以來 都是有一個劣勢的 就是它的樓花期會長些 去到好像是二五年的年底 去到明年的年底左右 去到明年年底 是二五年年底 現在中澳春城目前的一個燒烏程 就是基本上我們早前賣的 三十六、三十八、三十九 基本上都已經賣光了 現在只剩下天地樓層 即是矮樓層和頂樓 那些貨 價錢是一萬三千多元 其實坦白說 這口價在坦州來說 是否划算 我覺得非常划算 這個價錢 對,這個價錢 因為我們現在對比周邊 包括現在御豐名門 都是賣一萬五、六元的一個價錢 還有一個就是街景康城 街景康城我們坦州的一個標桿項目 目前14座的樓王 都是賣二萬一千多 但它都有樓花賣 就是街景康城四旗的九座 還有兩年時間交樓 現在價錢都要一萬六千多 好,剛才我提到 為何我將中澳春城 叫做坦州五庫之一 因為我們可以看看路況 因為我們剛才經由 珠海南灣北路 一經坦州路口 第一個紅綠燈轉左 一聲就來到中澳春城的項目 再遠方一點 時間距離上 其實都是相當近口岸 以及緊握珠海 約我五分鐘左右 在不堵塞的情況下 就可以去到珠海最大的樓 華發雙刀 距離港澳大橋口岸有多近呢 約我都是十多分鐘 十分鐘出頭 就可以去到口岸 所以無論是在配套上 和路程上 其實這個樓盤都非常有優勢 聰哥 再看看中澳春城這邊的沙盆模型 我們現在是在那個位置 現在我們在銷售中心這個位置 因為我所知 我們的片區其實屬於最近珠海區 這座山後面已經屬於珠海版塊 沒錯沒錯 其實我們和珠海之間就是一路之隔 一路之隔 一路之隔到珠海 今期就收到消息 是新加推載有我們的37座 106坪的單位 可以和我們介紹一下 37座屬於第幾期 和106坪是哪個位置 總銀碼是多少錢 好 沒問題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的正南門 正南門進來之後 其實很容易分的 車輛首先落地下車庫 人車分流 右手邊這些水晶體 其實就是屬於我們一期和二期的 左手邊這個位置 就是屬於第三期的 好 接著之後這個角位 因為布建的時候 是靠近前邊的 所以這個是第七期 但都是已經氣好賣了 換言之我們一、二期 第三期 第七期已經賣了 已經入住了 那麼第四期就是這裡 而我們新加推的37座 都是我們的第四期裡面的 37座就是屬於兩梯四壺 它是一個板樓設計 其實是真的做到一梯兩壺 它的私隱私密性就相對比較高 那麼我們現在先加推的是這個單位 就是這個單位 106平方的三房兩廳 兩個洗手間 正南向方向 而且實用面積超高 房間又大 陽海又大 OK 然後其實都可以看到我們 樓下這個位置 四期這個位置比較漂亮 因為我們四棟樓 都是錯開再起的 四棟樓 是 總價大有多少錢 你預計它總價呢 可能是165萬 鬆一點點 到時看看現場有沒有優惠症 OK 這個大致上就是我們了解到 中國沖繩最新的一個情況 灣區置業要找可靠具誠信的代理幫你手 歡迎上我們自家兄弟旺角總點 這裡聊聊 這裡我們可以提供舒適和具私隱道的環境 和你黑談樓盤細節 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你只需要在油麻地站的A1出口 轉過來尼敦道這一邊 向太子方向走過去 約一分鐘的時間 你就已經可以來到銀座廣場 又或者你可以在旺角站的A1出口 向沙咀方向走六分鐘 一樣可以來到銀座廣場 詳細詳細的地址就是影片的下方 Hello 我們現在來到中澳春城 我們現在看到中澳春城 它的圓林綠化都是做得不錯的 還有我們會留意地面 我正在踩的是一個塑膠的跑道 我們可以看看 目前現在在售的是哪座 Jerry 是哪座 是我們正前放這座 37座 左邊這一座就是36 我們在右手邊 38、39 36、38、39 這三座其實都賣了七、七、八、八 基本上都賣光了 還有部分一些天地流層 我們最主要現在就是賣這個37座 好了 我們現在看到它整體的圓林綠化 已經是比起過往 好多了 因為它的綠植基本上現在都整好了 它之前買過前面的36棟 是 下面全部都是爛泥 是的 這裡已經做得很快 是的 基本上現在都做得差不多了 接下來這些位置還會鋪回跑道 塑膠的跑道 樓間距其實都很闊 闊 你目測這兩座都有七、八十米 這兩座應該是最闊的 對 這兩座應該是最闊的 這兩座應該是最闊的 因為你跟第三座的間距是最闊的 很明顯是 就是呈現了一個 這邊是38、39 這邊是凸了出來的 是的 裡面這陣子就有收窄 收回去一點 不過它整個是呈現了一個 好像遺合式的互道設計 你這樣看著它 這樣有一個彎著它 是的 錯落有致 還有我們看到37座 其實它正前方這一座 其實距離上都是遠的 都是闊的 是闊的 是 而且它現在賣第四期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這樣的特點就是 它是最前面河排 河面那一排 所以它有一個無論通風採光 其實個人的感覺是會比第三座 對著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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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現在四期 最大的賣點 也是我們一個濕地湖景 和河景單位 而且你明顯感覺到 它這個奇數外場的 那些七柚顏色 是跟之前的三期不同 不同 現在是油油 之前都是貼瓦子 瓦子 瓦子就會有一個剝落的風險 這種油油的 相對來說 它的保養程度會更加容易 是的 即是有什麼東西翻身 那方面都會更加簡單很多 接下來這邊噴水池 水系各樣東西做好之後 我相信應該都會很漂亮 所以其實中澳春城的質素是不差的 我們來到這座 那上去看看表演吧 好 好了 現在我們來到中澳春城 全新四期的三十七座 實地的示範單位 我們會看到 它整個Lobby 對比起三期 都是做了一個升級 我們會看到 它在設計上 各樣東西 都是漂亮了很多 即是很明顯 會有一個升級 在這裏 包括它的電梯 因為剛才我們 是在三期的 這個二十八座的地座 是上回來 再步行 這個四期的位置 我們會看到 剛才二十八座的升級 已經是殘殘的 但是它這個 全新的 用了是港日電梯 我們會看到 它整個升級 都漂亮一點 對比起剛才二十八座 雖然它是三領升級 但是 這個港日 可能我覺得 是保養上的原因 現在我們來到 中澳春城四期 這個三十七座的 實地示範單位 推開了我們這裏 這麼固定的 防火防營門 我們會看到 這個開織是沒有圓關的 一進來 我們就 左右兩邊 是分開了我們的飯客廳 OK 先看了我們的飯廳 對不起 這樣它是 我覺得這個設計不錯 它推出去幾好 它是利用了它的露台 做了一個 U字形的梳化 再搭配這張 長正形的路人餐桌 因為其實我們也 撞到很多朋友 有問過 可不可以封窗 是 很多人想把廳做大 推出露台 這個設計 真的給大家 給大家概念 以前這個位置 其實是露台 而且這個景色 也很棒 因為是直面我們整個河景 還有下面的路路 真的是在整整 是的 之前很爛 是很爛的 真的是濕地公園 還有現在我們正前方 未來也會是一個濕地公園 我們看到它餐廳旁邊 是做了一排的 屬於是餐邊櫃 不是的 這個是雪櫃的預留位 其實這個櫃到時有沒有 Tony說我們 是沒有的 是沒有的 即是長身就要再進一點 是的 是的 接下來我們如果有需求的話 我們公司也有做了室內的精裝 到時也會幫大家訂製 按照它做這個櫃 我們看看廚房 其實在120平方來計 這個廚房也不是很大的 是嗎 是的 其實它為何把雪櫃位 預留在餐廳的位置呢 其實它這裡是真的放不下雪櫃的 就是這裡 是的 放在這裡 擋住了門口 所以 是放不下雪櫃 其實都 其實坦白說 如果是正常 一家三口是夠用的 但是如果人數再多一點的話 弄狗大鬼就會麻煩一點 是的 這裡 同樣我們都會看到 西門子三箭頭 是膠樓標準 地櫃和吊櫃都做好給你 收納空間都是充足的 包括這些壁鞍都做好 這是一個光柱的設計 我們會看到它的用料都挺漂亮的 雖然 這不是膠樓標準 不是膠樓標準 是非膠樓標準 它不是用這個水路標準 其實應該用傳統的不修鋼的水路標準 是的 好了 出回來 客廳的位置 客廳這裡好像闊一點 客廳就三米二闊 但是比我感官上 我就會覺得它好像接近三米四、三米六 其實感覺上都挺闊的 但是我覺得它這張沙發就很壓定 是的 很壓定 還有它的規則 我個人就不太清楚了 好了 出回來 這個這麼大的 其實這個算是生活露台還是景觀露台 這個是景觀露台 景觀露台 其實那個露台 反而我覺得是景觀上會比較帥 我們不要區分什麼景觀 好 你說什麼主陽台 誰是小露台 好 好 剛才第一個看那邊那個就是小露台 現在我們新站這個一定是主露台 好 這裡大概有幾闊 三米三 三米三 三米三露台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大 放兩張麻雀桌就沒問題 我覺得現在這個空間 還有你有沒有發現 鍾鋼昌城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其他幾個地產商都沒有做到 就是它的露台是比其他都要深 你有沒有在拍我 有 我們現在全程不全程做 好 好 它是比其他深的 除了闊之外 它這個深度 很多是沒有的 很多是不會有這麼深的 但是中國春城是比其他都要深的 是 我們會看到這裡 它是預留了一個水喉位在這裡 還有一個電制位 意味著 接下來我們的一個洗衣機 都會放在這裡 到時我的建議就是 在這裡做一套櫃 收納這些水喉 然後再預留一個洗衣機 乾衣機位 再做一個洗面盆 在這裡 就是洗手盆 可以搜洗衣物 我覺得都不錯 這個 上面有一個冷氣管位 可以做一套櫃收納 遮一遮 好了 進來 好了 參觀完我們的動區 看看正區 其實這個設計上 它跟我們正常的一個交流標準 它有什麼改動呢 Jerry 好像都沒有什麼改動 只不過是做了一些 可能這些有裝飾的護牆板 那這些雕花還是沒有的 是的 還有它這個是真的做了叫做 乾燥分離的 是 這種叫做三段式 是 三段式 這樣 如果你譬如一家幾口 有人之後還在洗澡 你又趕著上班 就可以互不干擾 不用搶廁 其實 Tony 你覺得乾燥分離的洗手間好不好 我覺得非常好 我覺得是必須的 現在 3.0 打厚的產品 我覺得乾燥分離也是必須的 但是有很多香港朋友 是不太喜歡這些乾燥分離的 我大致上明白你什麼意思 安全性問題 是嗎 是 是因為你剛剛上完廁所 然後還沒洗手 就關了門 才出來洗手 是一個衛生方面的問題 就是這種三段式 是的 如果它不是乾燥分離的 門放在外面 我洗完手 再關門開門 我就不會有 弄髒 弄髒 沒錯 乾有乾的 乾燥分離 但是這個比較好 就是你不喜歡乾燥分離 你的門可以轉一轉 就是拆了你現在站著的門 把它劏出來 明白 交流標準 接下來會不會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交流標準 道門在裡面 乾燥分離 道門一定是在裡面的 如果不是,沒有必須做乾燥分離 看了我們這個近廳房 先 進來這間近廳房 我們就看到 它是放了一張咪五床 然後做了一張書桌 其實這邊還可以做一個衣櫃 做到上頂的 但是它就是做了一個 可能40cm左右的一個儲物櫃 接下來我們絕對是可以做一個 60cm 闊度的一個衣櫃 沒有問題 這裡 它的窗台都是沒有了 是 祖奧雄城它有一個特點 是全數都沒有窗台 它全部是幫你 全部是幫你 是的 景觀上 我們看回第一間近廳房 看園區的了 對不起 這裡不是 做不到全尺寸 就是看我們一個很漂亮的內圓景 有一個不好的就是 它正前方的這個36座 其實大家都是比較近的距離 但是跟前方那個樓間距 確實都是寬的 是的 起碼都七八十米 是一個距離 現在每天都不小 不小的 在坦州 你還百多方 三房 你還買到一間小的 它真是慘 剛才看的尺寸圖 好像這個位置是有些改動的 這個櫃 是的 它交流是一幅牆 一幅牆 即是它用了裡面的衣櫃位 把它拼出來 哦 這樣 是做了一個 屬於我們走道的一個 飾物櫃 買一些飾物作為展示 比較有氛圍感 好了 看看這間房 這間是陽光房 這間房 坦白說 什麼都做不到 除了書房來說 客房是絕對做不到的 因為真的太小了 它做了一個櫃其實也有少許空間 哦 你新開避展 避展和身高差不多 是的 它做了一個櫃 你可以讀一讀 避展放在一張長度兩米的床 都應該可以 這樣放床 是的 基本上是這樣放的 基本上是這樣放的 因為這間房床 你第一次看出哪個濕地的何景 我們不要勉強 因為頭向 窗頭的位置 我感覺上都不太好 是嗎 好了 這間房一般作為一個書房 進來 其實 目前這個創意示範單位 它是將兩間房 打通了 變成一個衣帽間 和一個休息區 其實實際上膠樓 這裏有牆 膠樓的話 是 這裏 這裏 對門 這個門沒有變的 本身這裏是一間房 是的 然後它的採光也是 好像這個這樣 兩面玻璃 看出來這裏 是 膠樓也是沒有窗台的 我們按照它這樣 整個櫃加上梳妝台 作為一個衣帽間 我覺得真的很棒 這個衣帽間 它改動就是 改動了你現在的廁所 主廁這個位 即將來你家的門 是在你現在的新旗 它是 拆了門 對 廁所的門 自然就不在 就是在主人房裡面 接下來我們也可以按照它 設計 我們先看看套餐 看看套餐 現在它是 這個套餐 僅供參考 大小跟我們交流一樣 但是我們會看到它現在 現在做了一個浴缸 棕裡浴缸 這個應該淘寶可以買到 這種貴妃缸 應該都很便宜 幾千人 兩三千元 兩三千元應該搞定 淘寶 我很欣賞它 百二方做了一個 雙洗面盤 五星級酒店標準 對於我來說 如果我百二平方 買一間套餐的話 這個我覺得是必需品 當然我們有了衣帽間的情況下 我們就不需要做衣櫃 我們會看到它很奢侈地 放了一張兩米床 兩米床 應該是兩米 兩米床 兩面床頭櫃 三面落床 沒有問題的 這些只是一些雕花 沒有佔空間 雕花石膏板 也是差不多 因為它的電視天線位 還有電制位 全部都已經預留在這邊 OK 看看景點 這個長光玻璃 比剛才的角大很多 嗯 景點來說 始終都是有少許美中不足 當然我們來中華春城的 一個內圓景 都是非常有看頭 但是始終都是給它 前面的三十六座 其實這點在下又不是很久同 好 好 你發表一下你的意見 好嗎 我開機 你先站著 你先站著 好了 我們這樣感受 我們轉個角度 床頭在這裡 是 但你床頭對出去是這樣看 是 你看這邊的話 你基本上不會說 將頭這樣 這邊是在電視機的方向 看出去 明白 你床頭是對這邊的 明白 就是看這邊的圓區 但你對這邊的圓區 樓間是很闊 是看圓景的 有道理 所以每一個位置 設計師是有想過的 是 沒有理由每天不斷 對出去外面 一定是 早上床 主人房其實就躺在這裡 是 我們主要考慮是怎樣 露台 或者露台站出去看景觀 是 你聽的一定是坐梳化看出去的景觀 是 主人房的一定是床頭對出去的景觀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樓 我給你個人看法一下 對的 沒錯的 我們Jerry哥都非常有見解 但是我個人 我是一般般的 因為隱私性上的問題 但是其實我們會看到 我站在第一箱視角床頭的位置 其實基本上都擋了 有的 有的 多了少少油 但是我們可以選擇性 就是不用開槍 遮掩這一部分 其實我們主要的景觀 都是在這邊的 其實私隱性 都是足夠的 那我們這隻 這隻八二 我們去看一下 106 接著看我們第二隻跡 就是這個 106平方的一個三房單位 其實我們37座 很容易理解 它是傳統的一個兩梯四伏 只有兩隻跡 兩個106和兩個102 106就是這種傳統的一個直廳 120就是這個 南北對流雙路台的一個設計 就是我們剛才看的那個 好了 打開門 進來就是一個小圓關的位置 我們會看到 入門左邊 就是一個廚房的位置 很搞笑 是的 它106的廚房比120的廚房更大 比120的廚房 我感官上 是吧 我沒有量度過 但是我進去感受到 其實差不多 不過一個是做了L型 一個是做了兩邊 對 兩邊分開 不過你始終說 其實120怎樣都大過106的 多了一百多尺 嗯 沒錯 其實它這個廚房 我感覺上 其實都不太實用 因為我們會看到 它是沒有一個很主要的一個洗澡區 就是剛剛買個大針放回來 真的沒有地方放 在那邊 在那邊斬東西 在那邊斬東西 但是就會影響這邊的一個主食區 然後 這個才是我們的交流標準 其實都不差的 不鏽鋼 304不鏽鋼 對 都不差的 它拉出來洗 各個位置都洗得到 嗯 還有 它這個反而是預留到雪櫃位 不過都是一些很Slim的雪櫃 那外面是生活露台 是的 生活露台 都是比較傳統的一些 很Mini的生活露台 用來放熱水器 洗機 洗機預留位置都有 好 是的 好了 那因為這個圓關是比較闊的原因 其實我們都可以做一套這個圓關櫃 還有可以放一些類似於遮架 那些東西在那裡 因為它的圓關真的是闊的 闊 闊 是的 好了 那過來客飯廳的主體面積 那我們會見到 它是一種全直型的 長直型的一個餐客廳 是 餐廳位置 我們其實可以放一張圓台 其實現在都比較流行的就是放一張圓台 其實我個人覺得 它106的這個廳是真的很闊的 106這個廳嗎 是的 有多闊 我大致上我感官上是三米三四 三米三四 你如果能夠在106的一張大圓台 其實現在市面上那張很多都未必做得到 哦 明白 好 其實這個廳都算大 那我們會見到 同樣呢 它兩隻側都是有大露台的 那接下來如果我們再通鋪出來 封玻璃呢 就是運用這個露台呢 整體當然客廳會更大 它就是突出來的露台設計 哦 你看看 就是看的圓區 是 沒錯 很漂亮 這個也是歸功於這個設計師 是的 它好像那邊那裡 那裡的露台是突出來的 現在還沒有一些套進去的露台 是 有些人會感覺這些突出來的露台 是 它沒有一個仇力支撐架 是危險 哦 有人會這樣反映 會拘病這個問題 是的 其實主要都是這些 都是講水例 哦 就是個人的看法 可能有人覺得就這些這樣突出來的露台 不是很硬正的 不怕的 傻瓜 因為它這些任何樓宇 內地任何樓宇 它在交流之前都有中間驗收部門會驗收 如果存在著這些那麼安全質量的問題的話 相信除非是檢驗收人員開樓灘 應該都沒有 正常情況是過得到的 是的 我們會看到冷氣部分 它其實交流標準上 就是我可能不 沒有冷氣 是的 我可能看街景康城那些高的交流標準 看得多 那我現在看到這些外掛式的一些外擺式的一些機 我真的有少不太習慣 基本上現在都是風管機 它這裡做天花機都做不做到 可能上面的一些位置 我們要稀釋一下 其實我覺得都夠 可以做到的 它做到是做到 但是它發展水沒有給你 好 是的 銀碼也在這裡 價錢上也在這裡 是的 我們過到正區位置 一樣先看看我們近廳房 哇 有沒有搞錯 整盞這麼暗的燈 這樓還要賣 其實今天是陰天的 雖然這盞燈 是一盞很小的 燈套 是完全不夠光的 但是我們看到今天在陰天的情況下 其實它的採光 我覺得都可以的 是的 我們 但是這個必須要弄一盞 要換的了 這個需要用後天的 還有你有沒有發現它這個106和120 兩個職的那間 客廳後面的那間房 都是只有一半的窗 不是做了整個左邊都是 做不到全尺寸 就是它兩個職都是這樣 是的 同樣也想想 我們的公共洗手間 這個就不是乾濕分離 是的 但是它是一個交流標準 是的 其實這間房 這間房做不做到客房呢 絕對沒有問題的 因為其實它設計上 這間房都是一個客房 我們會看到兩邊的電製位 是預留在這裡 很明顯的 這張床一定是這樣買的 咪五床 然後這邊 做回衣櫃到頂都沒有問題的 這個位置絕對可以做到這個 床和衣櫃 其實這間房 它會有很多爭議的地方 你打開看看 是的 因為它這一座 其實可以說是 那麼多度之中比較稀 它是一個板樓設計 因為它兩梯是四房 之前其他座 最有一些都是 細單位兩房 七十幾房 所以是兩梯六火 或者兩梯五 所以它不是板樓 它是塔樓設計 板樓就一定有這個走廊 有這個走廊 好處就是 它每一間房都可以做一個 漂亮的通風 沒錯 漂亮的通風 不好的就是有人會擔心 會不會有人在這裡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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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隱私度不夠 這樣 這個就大家兩看 因為板樓一定要有這個設計 就好像平時如果有消防安全 可以在雲批上一堂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設計 就是在安全上 有時候考慮到安全 就在錦官上 很難堅固 很難堅固到 那進來我們主人房的位置 我們會看到 其實這間主人房 都相當大 是的 而且 它106火警官上 是會優勝過120平 它凹出來的 是嗎 即是它的私隱度 還有它流間的這個闊度 都是會贏了120 是的 是的 好了 那這裡我們照舊 放一張咪八床沒問題 兩邊上一個櫃 三邊下床 B櫃放在哪裡 做L型的 是的 哦 接下來我們也可以做我們 經常看到那些 七字型的一個懸關 這個類似屏風這樣的櫃 是做一種可以布入式衣帽間 叫做 在這邊做一個七字型的衣櫃 到時就可以隔一隔我們廁所和床的這個位置 都很大的 各地深政推動成交再度次元 2024年房地產市場再度備受關注 你有沒有興趣跟我們自家兄弟過來 大灣區這邊在樓 自家兄弟現時為客戶度新訂造專屬行程 無論在口岸的預約接待 又或者在香港這邊直接出發提供點到點的提楼安排 帶你品嘗當地特色美食 進責為你提供各個樓管的資訊 看樓全程無壓力 然後你可以輕輕鬆鬆選購深水單位 然後簽署應購書一刻 我們的服務才是剛剛開始 無論是匯款簽約代辦手續 我們都會為客戶提供貼心而全面的協助 後續我們還會提供自家兄弟的專屬管家服務 由買樓、收樓、驗樓 到單位的軟裝精裝設計 以至是訂製家師服務 自家兄弟都能夠為你一一辦到 可以和你一起選購裝修建材 以至是單位內每一個細小的組件 更有提供資訊豐富的網上平台 讓你自主了解各個樓盤的詳盡資訊 無論是市場熱華、獨家折扣、熱賣靚盤 我們都第一時間通知你 我們誠邀你跟我們到灣區各個城市 選購你的深水單位 專屬訂製路線考察 可以天天出發 灣區的生活有多美好 讓自家兄弟帶你來了解一下